考研复试准备工作 如果你拿到了老师的联系方式 一般是邮箱或者是手机号码 你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加他的微信呢 不应该是吧 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 最好的方式还是发短信或者发一面 发一面的内容要干嘛呢 首先要说你是谁个人的基本情况 围绕着这份短信或者一面 主要内容是要证明你自己有科研的能力 或者有科研的潜质 或者有做科研的基本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读书的和写书的能力 当然写书现在是不可能了 写论文是不可能的 但是说说你最近在写哪些书 对哪些问题有什么认识 在写实的程序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